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这个人呢 你要真正的在这个人世间 能够健康 堂寿 应该有智慧 你必须要有充沛的生命光 就像你的电池 手机要有足够的电 你的汽车要有足够的电 它才能增长的运转一样 所以大家抓住自己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生命之光 这是我们第一讲中 给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 生命中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生命之光 今天第二讲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就是说 我们如何的保持住自己的生命光 不会被过多的消耗 还有呢 我们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生命光 就是说这个 既然是能帮给我们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怎么去增加 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一个主题 那么实际上我们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在崛起 而中国崛起 它新的时期的一个学期跟之前不太一样 它不是一个单纯经济的学期 是西方人现在走到一个时期以后 发现他们原来设计的一个整个的发展方向有一些问题 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末端 就是我们就前面看不到路 当人的这个物质发展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再往前走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在欧洲考察的时候 他们早在 我们还在拼的时候 他已经对物欲的追求不是那么强别了 为什么 太过甚了 他也不用担心养老问题 因为在德国还有很多的这个国家 他们是养老的时候 是国家全部报的费用 还有呢 你住院的话 全部医疗费用都是国家出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担心说 我还要赚养老金 我还要什么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末端 就是我还要追求什么 但是在他们的心股中 现在不太容易找到 他们要找个答案 后来他发现原来在东方文化中 印度文化跟中国文化中 有很多他们可以启翻自己人生方向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东方的兴起 崛起不是一个惊喜的崛起 它是东方文化要引力全世界的人们 向一个政府方向走 这样一个崛起 这个崛起 那么实际上就是 大家看到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偏进的推的 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因为中国如果是想跟欧美 这些发达国家不一样 在军起的同时又不被人家 基督跟现代的话 他手中有一个宝贝 就是欧洲没有了 就是八千年的一个中华文化 从福西寺 我们在中国的文化中发现 福西寺 它叫人文出土 人文出土 福西寺 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们知道有一个义经 义经 所以一提到义经你就知道 一提到阴阳你就知道 实际上在阴阳的老祖宗 还有义经的老祖宗就是福西寺 那么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以前认为是一个神话人 实际上现在陶古发现了福西寺 他是一个士祖辉克时期的一个领袖 所以在甘肃还发现了他的遗址 也就是当时福西寺生存的遗址 大概具现在有七千五百年到八千年的历史 他们通过一个科学测量 那么在天水附近 就是中国的甘肃天治主义 所以他是个人 就跟释迦牟尼是个人 老子是个人 孔子是个人 耶稣基督是个人 一样 所以你首先把这些圣者 恢复成一个人 如果这个是天上来的神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学 如果他本身是个人 OK 这就好吧 他是个人 我也是个人 他会的东西我也可以会 这就抓到一个 一个教牌 而是指导一个迷信 但是大家也知道福西寺 他创立了以经提醒 到宗王朝的时候才发展到中义 最早的时候他叫福西义 这是一个义 而没有经 经就是文字 经书 经典就是文字 他那时候不是有义 而没有 没有经 可是他只有两个符号 一个什么符号 一个 这个符号 还有一个 这个符号 所以中国古代就是 一阴 以阳 以阳 为之什么 道 所以中国历来 把这个道统 设为正统 就是说 我是正统的传人 他是从福西寺 开始历代传承的 一个正统传人 正统传人 所以说 他其实以道统为正统 所以是历代黄里都彪自己是正统 然后那些是什么 不正统 不正统就是 是外面来的 不是真正的传承 这个正统的道统 就是源自于福西寺 他是重视阴阳 同时重视阴 同时重视阴 所以是 那么中国从福西寺开始 创立了这个道统文化 跟这个义文化的话 离现在有八千年的历史 大家也约记是七千五百年到八千年 我们冒买书上说是八千年 所以这个八千年的这个文化 这个是欧洲没有的 欧洲没有的 所以中国的崛起 他一定在这个中华文化 这个舞台上好好地演戏 他可以演八千年的戏 欧洲没有办法跟他 欧美 欧洲跟美国没有办法跟他竞争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是告诉大家 现在中国的卷起 它马上要开跑 它这块这个快铁 现在最快的铁路是一小时六百公里 接近飞机速度了 那日本刚刚报道了 它这个高速的这个列车 太好了 你要不要上车 你上车 你就可以跟着他一起 先往发达 然后赚到钱 你要上车 你一定要懂他的什么 中华文化 你不要什么噗噗噗噗的上车 而是说先要通过他的文化 考核他是否值得我上车 还是我在观望里头 那么中华文化八千年 我的老天怎么写 怎么写 是不是 没有办法写 你要懂八千年的东西 如果从今天的现在汉语 还有中今天的中国文化去学习 你根本没有办法写 因为完全是一个四部全书 一部大藏经 一部刀藏 已经够你一头赚好了 所以是没有办法去学 那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抓住中国人的 那个 我们叫那个窍 那个关键点 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 这个今天大家喊命就知道 实际上我们马上就在5月31号 我们会在新加坡Export 做一个千人的一个报告会 它的题目叫中华玄学大观 主题是中华玄学不玄 为什么不玄 不玄就是你也会 你可以也会 但是我在那个里面就有两个演讲 第一场演讲我是讲中华玄学大雅之堂的学问 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玄学是什么 玄学是虚玄的 奥妙的 就是我们中国话叫不铁铺齿的 不铁铺齿就是你找不到依据的 然后胡编漫造人的主观的空下 但是实际上是错了 真正的中华玄学是在中国古代的精粹 也就是说什么是玄 今天你们就知道 实际上就是两个空去玄起来 阴跟阳玄用起来叫玄学 就是从福西寺开始创立一经 中国的玄学已经代表了 那在魏唧时期 魏唧是中国的汉堂之后 那么中国历史上成为三玄 三玄是什么 第一就是义 第一就是义经 第二是什么 老子 第三是庄子 叫三玄之学 三玄之学 所以那个时候三玄之学 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学的 是那些贵族 那是世代阶层才可以学的 是大雅之堂的学问 为什么大雅之堂的学问呢 而不是你们认为的江湖小树呢 这里面的秘密 通过中华学学大观 你们就可以治它 为什么 实际上你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在讲这个选择 就在讲这个选择 就在讲这个选择 那么这个八千年的根 我们中国还没有算 说老师 难道欧洲没有这个东西吗 不是没有 他们自己切断 为什么切断 因为欧洲把象形文字 中国文字现在还有我们的方块字叫象形文字 那么在欧洲呢 还有一段时间发现了他们的气形文字 气形文字就像印象一样 所以是它也是有点象形 就像比方说太阳 太阳怎么怎么写啊 就画个圈点个点 然后就是日和日 所以我们今天的汉语的日 就是从这儿来的 叫指示字 然后又叫象形文字 说画个太阳点个点儿 这就是 所以是什么是太阳 那看天上那个就是 这就叫太阳 OK 大家都叫它太阳 叫日 这个我们说文周周的就叫日 那个就叫月 晚上出来的就叫月 这个就叫日 因为它写月的时候 这怎么写的呢 哎 这样写 因为月亮才有的时候 你出来换月 可真叫月 这个就是象形文字 那气形文字也是这样的 欧洲的 我们在IG的一些金字塔 还有很古老的几千年的 麻雅文化中 都发现了气形文字 但是为什么欧美 这个欧洲 还有一些非洲国家 今天优势了 这些八千年的传统的工具单 因为为什么我们从八千年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是 第四人际 或者第五人际的人际 我们之前人类 人类经历了好几次的毁灭 因为地球的这个气候的变化 使人类不能生存下来 一些修炼得道的人 他躲在山洞里 然后躲过了那个结束 等结束过去以后 他又出来了 才传人走在这个地球上 都会使人类绵延至今 为你悲哭念 我会使人类绵延至今 我会使人类说